余震再加上花蓮北區下午下起了暴雨 台九線蘇花公路邊坡土石不斷的崩落 而台鐵北回線還有蘇花公路交通中斷 由於豪雨不斷 搶修困難 台鐵預計今天深夜前都沒有辦法恢復通車 車輛行進隧道經見土石在前方如同瀑布般傾斜而下 從隧道外看過去 大輛石塊沙地隨著大雨崩落落入海中相當驚人 這裡是蘇花大清水明隧道人另一邊 山區浩雨不斷將山壁削掉一大塊 黃色的山壁裸露砂石不斷向下充實 麻木窗移場面觸目驚心 封面來襲這張氣象署針對花蓮發布大雨特報 22號下午修林鄉下起浩雨加上強震後 雨震不斷 山區邊坡不穩 就蘇花台九丁65 66公里處都出現土石流中斷 蘇花改道大清水也崩塌 道路中斷台鐵東部幹線也傳出災情 下午2點38分台鐵河人站發生土石流 松軟土石因為好雨成了靈流一路留下 櫻木河人車站到崇德車站間的鐵軌雙向不通 一輛車人六次樹林往資本的新字強號 剛好通過落石區 受土石的影響該出落石告警系統也同步啟動市井 列車因此停在隧道內檢查 最終以30公里的時速慢行到花蓮站 從花蓮站往台北開出的421列次 因為大雨從新城站退回花蓮站 旅客事後回向新京膽站 到新城就緊了 就要日出原車返回 在漢本站的時候就有聽說到前方有土石流 雙向都斷了 跟我們講說等一下我就會站停在和平站 統計有六次列車從蘇澳新站則返回樹林站 有四班車行駛到花蓮站後則返回台東站 自下午4點開始台北到花東對號列車行駛 上行對號列車只能行駛到花蓮 台九線邊坡土石人不斷往下傾線 工作人員無法進場搶修 預估深夜前無法恢復通車 強正好雨再度衝擊東台灣 讓花蓮暫時載成孤島 今天曾經也歡迎報導